通话之外,内置超率设备你见过吗? 环保大一搭,方便你我他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环保大子,黄公 前段时间,一个声音乐运营带你联系到我们的问 内置超率膜在膜池内孤独比较频繁 清洗药机量比较大 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刚好我们研发成功的内置超率外装设备 可以完美地解决此问题 今天我们带客户来参观考察 你好,没电话 这套设备就是我们的内置超率外光设备 那咱们这个设备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传统的内置超率系统一般设置于生化石的末端 而我们这套设备巧妙地结合了外置超率系统的优点 采用的是内置超率系统外装的一种形式 完美地解决了内置超率系统的频繁度 和清晰要影响比较大的一种引擎 那咱们这套设备都是有什么部分组成的呢? 我们这套设备总共有六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进水系统 我们进水泵和进水的过离器都在生化石那一侧 这边显示的话就是这条进水管道 这条管道的话就是进水管道 第二部分方法就是这个暴气系统 这个管道还有这个飞行管道 什么都是暴气系统 替水和暴气都是从底部进去的 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这个树状的 这个管道内部的内置的树状的超率膜 这个膜的顶部的话是一个灰色的管道 还是一个排气管道 两侧的小管道的话是有抽吸管道 有那个污泥回流管道 第四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回流管道 接着这个回流泵 这个回流泵抽吸这个污泥的话 同时又回流到生化系统的内部 第五部分的话就是这个 秋洗水箱和清洗泵 第六部分的话是我们这个实现泥润分离的一个抽吸泵 是两台的 那咱们这套设备相对于传统设备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这套设备主要有四个防御图解 这个每个模柱啊 可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在这个模柱内可以实现独立的浸水铲水 同时可以实现独立的这个在线清洗和离线清洗 这个每只模柱哪只模柱污染了就可以吸了这个模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是柱状的一个模柱 柱状的结构的话会造成这个气流的气质减切力会更强 使这个模内部的模的靠污染力会更强 第三个优点是每个模柱的清洗 更换 维护 不会应该其他模柱的运行 第四个优点就是 无需滴线清洗时和吸收设备 模柱内就可以实现清洗 清洗频率比较低 清洗要一点比较少 这样的话就可以接受于油费用 这个设备合法相关很幸运 回头咱们电话详谈 看透环保实际解决复杂问题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环保问题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